1997年7月1日凌晨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和英国王署查理斯 出席主权移交仪式之后离开香港 结束英国在香港百多年的管治 重温当日的报导 政权交接仪式过后 亦都是彭定康离开香港的时候 铁马南旁边的空地上 有几千个市民 在参加完一个音乐会之后 向他告别 为他送行的 还有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心 和一些特区主要官员 中方也都有派出代表 我是28号领导 最后领导 像所有领导和家庭 我的妻子 我的孩子 和我自己 会把香港回家 在我们的心里 你们都很敬意 你们都让我们欢迎 不利甸尼亞號和四艘英國軍艦 幾夜適中離開香港 英國在香港的156年管治結束 香港的殖民地時代也都成為過去